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 于民国95年成立 招收博士班学生 以培育跨领域生物科技高阶专业人才为目标 让本所毕业生未来能在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 基因体与蛋白质体学 以及结构生物与生物资讯领域担当关键角色 使台湾大学生物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 生物科技研究所教育目标内含为专业知识的养成 科技整合理念与研发精神的养成 生物科技伦理的认知 以及产业与国际视野的扩展 培养博士生具备九项核心能力 包含 细胞与组织之再生科技学理知识与实物操作能力 生物科技核心技术操作能力 高等分子生物学与基因调控核心知识 生物科技伦理 创新思考及问题解决能力 团队沟通与合作能力 领导与跨领域整合能力 国际观 以及终身自我学习 生物科技研究所 课程分为 动物生计 植物生计 及维生物生计三大领域 强调跨领域学识训练 核心课程 为后生遗传学 干细胞生物学 结构生物学 与生物资讯课论 免疫学技术 抗体工具 动物基因转值与复制技术 植物生物技术特论 以及维生物学特论 另有多项选修课程可供选修 为达成国际化目标 所有专业课程 以全数采用英文教学 并延览国际杰出师资 来台授课及参与研究 以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此外 本所经常举办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 同时鼓励师生出国参与国际会议或赴国外相关研究室研习 每学期期末固定举办学生成果发表会 以增进学术论文发表实力 在产业观养成上 位于产业界接轨 安排学生进行产业参访 并邀请产业界优秀人才演讲 而为了解博士生需求 协助同学熟悉本所环境 每年也举办新生座谈会及实验室安全讲习 生物科技研究所教师研究领域 在植物升级方面 重点发展方向为植物MicroRNA在植物逆境生理之功能 并研究利用高通量定序法分析Profile的变化 所内设有花卉生计实验室 以及植物分子生物及病毒研究室 在维生物生技方面 重点发展方向为 维生物制剂在环境保护及永续农业之应用 并着重生物肥料及生物资源废弃物再利用 所内设有维生物生技研究室 以及维生物生态与机能工学研究室 在动物生技方面 重点发展方向为动物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 所内设有分子遗传研究室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室 维阵列实验室 以及动物生殖科技实验室 本所师资除了专任教师以外 也与本校生命科学院 医学院 以及中央研究院合聘多位教师 彼此密切合作 相互支援 组成台湾大学农业生技一流研究团队 教师除担任多个研究计划主持人 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建于各大报章杂志 并有为数众多的论文产出 在教学环境方面 另设有公用仪器室 贵重仪器室 细胞培养实验室 实验动物房 动物手术房 植物培养室 以及温室等 实验室仪器设备先进 充分满足本所师生研究所需 生物科技所毕业博士生 可在植物生计 维生物生计 动物生计三大领域 担任大专院校教师 研究员 政府机关公务人员 生计产业研发技术人员 经营管理人员 或是刑事鉴定分析人员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 以培育跨领域生物科技 高阶人才为目标 我们是生物科技的建兵 我们会创造生计发展的联邦 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 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